現在有消息,現在在俄津大學的疫苗,有另一個試驗者發生強烈的反應 不過現在就說這個情況與疫苗無關,是試驗者自己身體上有問題來的,我們現在還未知道 因此現在疫苗沒有停止,是繼續前進 這就是Astrosanica的情況 另外再跟大家說說現在美國的情況,美國聯邦政府前後先給了2億7千多萬 後來再給莫德納去嘗試發展疫苗 當然,如果先給美國發展出來 那他們就會拿專利 拿專利之後,基本上就會讓他們任聚開架 不過記著說,疫苗有很多方法做 你用你的方法,我用我的方法 所以只要我的方法和你的方法是不同的 你的專利不可以使得我不能夠用的 所以就算他們發展出來是有效的話 不等於世界其他國家的專利疫苗不可以作為公共產品 但這樣只會使得他們的疫苗在美國可能會非常貴 這是美國的事 這個政策很明顯看到,現在美國他們,尤其是大總統 就非常之為自己的企業設想 想這些企業賺盡量多錢 但有時有些情況之下,其實我們應該把人命放得更高 就不要把利潤放得更高 目前來說,美國已經超過了700萬人受感染 現在超過了20萬人死亡 如果繼續以現在的速度去進展 每一天有3萬多至4萬人的新增確診 所以他每延遲一個月 我們說的是差不多百多萬人 死亡方面,他大約每一天是800多個 我們當他一千好計些 一個月已經是三萬多人 所以其實這個疫苗 大家合作盡快將它推出市場是好事 現在在全球這麼多疫苗之中 有8個已經進入第三階段的臨床測試 而這8個之中,中國佔了其中的4個 而我們也知道中國其中有3個已經進入了臨床 所以相信能夠成功製造 最先製造疫苗出來的可能就是中國 而中國製造出來之後 他就可以把這個交給其他地區 他們自己本身的製造藥苗的廠家 根據標準去做 因此就可以將疫苗普及 盡快在這個世界上 將這個病毒殺死 我們才可以再重新到處去走 否則我們很可能因為社交隔離 我們不能離開 非常不方便 看看誰會更快 我就真心希望中國可以跑爺 出一個大家可以負擔到的 又有效又安全的疫苗出來 res譛 再去通知 高機靈 但是我們也有些怪獸